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列车开到荒郊以外 遇到怪物的故事,嚎叫 小白是个列车员 这天晚上他被调派去红眼列车值班 小白的暗恋对象小美也在同一班列车上 小白刚因为生直申请被拒而心情低落 在检查车票时还和一个女乘客去了冲突 就在她依靠车窗伤春悲秋时 列车突然急停了 乘客都吵着说要去投诉列车晚点 小白本着职责赶紧安抚好乘客 列车长下车去检查 在车底发现了一头鹿 正当列车长准备把那头鹿拖出来的时候 身后的树林里出现了响洞 随着列车长的一声惨叫 怪物出现咬死了列车长 可惜外面雨下得太大 车上没有一个人发现 列车停了许久 列车长也没回来 小白开始察觉事情不对劲 但他也没敢下车去找 他们决定打电话回车站求救 但是荒郊野外的信号又不好 这下乘客也坐不住了 得知列车长失踪之后 所有人都失控了 这时一个西装男站了出来 建议大家下车步行前往车站 小白身为列车员 必须保证乘客的安全 自然是不允许乘客下车的 但迫于乘客的压力 无奈之下 他还是打开了车门 一行人走着走着 发现了列车长残破的尸体 他们又赶紧跑回了列车 一个老太太因为跑得太慢 被追上来的怪物咬中了腿 怪物在车皮外划着指甲 随后发出一声嚎叫 众人被吓得不敢动弹 直到外面的嚎叫声远去 他们才敢出声 小白建议大家 安静坐在车里等待救援 就在此时 从另一节车厢传出响动 小白和西装男 以及一个男乘客前去查看 几人战战兢兢地打开厕所 发现了一个胖子 虚情一场之后 怪物又回来了 打碎车窗 将一个女孩拖了出去 剩下的人为了防止怪物 再次打碎车窗 用工具加强了车窗的防御 就在大家以为 可以稍缩休息时 小白却发现 有人不见了 时之前从厕所发现了胖子 有人说胖子上厕所去了 小白只好离开安全区 去找胖子 谁知却目睹了胖子遭受意外 小白慌张地跑回去 却发现 回安全区的门被锁上了 西装男竟然为了自己 把门给锁上了 但是因为列车的所有钥匙 都在小白身上 西装男想离开列车 就只能救回小白 小白这才逃过一劫 眼看着怪物 就要打开安全区的门 西装男立马砸车窗 准备逃跑 但怪物很快就打开了门 众人只好合力拼命地狂殴怪物 很快就将怪物给咔嚓掉了 他们对着怪物的尸体研究一番 发现怪物手上戴着一枚戒指 原来这个怪物原本是个人类 像是因为某种基因变异 才变成了怪物 西装男一听 腹子就要解决被咬的老太太 却被众人制止绑了起来 他们商量一番 决定尝试自己开车离开 但是列车的调试香坏了 两名男乘客只能下车去休 在等待的过程中 怪物再次出现 原来不止一只怪物 车外的怪物发出嚎叫 被咬的老太太听到了叫声开始变异 离他最近的西装男发现了 一只叫喊着杀掉老太太 其他乘客却没有听他的话 老太太变异后 首先就扑向了老头子 女乘客趁机割断绑住西装男的绳子 这时列车开始启动 一个怪物却从门缝里卡住了女乘客 西装男为了自保将女乘客踢了出去 转头又去攻击变异的老太太 但怪物自带强大光环将她扑倒 幸好小白和小美出现 救下了她 而此时 调试香的管道再次破裂 列车也再次被迫停下 幸存者也只剩小白小美和西装男三人 西装男为了自保 不顾小白两人逃进了列车头 怪物很快就突破车厢 来到小白两人面前 危急时刻 之前去修车厢的一名幸存者突然出现 她用火烧怪物救下小白两人 但自己也因此牺牲 小白和小美无奈只好逃出车厢 最终小白为了救小美 而留下拖住怪物 小美一路沿着轨道跑回了车站 并将小白的工作牌一起带了回去 至于那个西装男 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已经变异的小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顾自己死活的人 最终也必然不得善果 而爱总是让人更加伟大 好了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